就继续来看中共台海军演进入第六天了 而大陆官媒再度释出了8月9号最新演习的画面 这次的演训内容是对台联合封控 解放军第73军团呢 急行了海上的突击演练 当中还出现了抢滩登陆的画面 大陆外交部的副部长更放话 现在已经没有所谓的海峡中线 中共军演第六天 大陆官媒释出最新演习画面 这次演习地点在闽南外海 影片里解放军第73集团军 正进行海上突击演练 值得注意的是 特别播出一段抢滩登陆画面 海上开火抢滩突击各种演练项目 明显冲着台湾而来 另外央视还公布了更多最新东部战区战机画面 包含一段加油机空中加油影片 强调解放军空中战力 8月9号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继续为台岛周边海空域 组组织实战化联合演训 重点组织联合封控和联合保障行动 解放军挤牙膏 每天都公开一点演训内容 第六天重点摆在联合封控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有学者这样说 所谓封锁和控制的手段 不一定全仰赖武力 可能也包含资讯战 外交部长吴钊燮 在国际记者会上 就提到了类似的概念 回顾从8月4号开始的回台演期 第一天重点是远程火力 实弹射击和区域拒止 马上就发射飞弹越过台湾 第二到第四天 不断派军机军舰扰台 甚至突破台海中线 声称是要模拟陆海空作战 第五和第六天 则分别是反潜和联合封控 解放军每天都会公布 不一样的演训项目 CNN认为 大陆已经单方面改变了台海现状 现在就是让全世界看到 他们想在台海演习几天就能几天 所以我觉得解放军至少在可预见的这一两个月里面 他持续对台湾军事演习 他的费用应该不是大的问题 而大陆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的话 似乎也暗示了中共军演可能进入常态化 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根本不存在什么海下中线 马昭旭还反酸美国 坚持台海问题是内政 拜登政府不该插嘴 美国及其盟友经常到中国周边海域 耀武扬威挑衅滋事 他们每年搞的军演就达上百次 过度反映升级局势的帽子 他们戴最合适 只是这次军演 五枚飞弹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 NHK电话民调发现 一千多个日本受访者 有40%认为共军演习 大大影响日本安全保障 还有42%觉得有某种程度的影响 加起来超过八成 同意日本国安受到牵动 不止台湾 共军军演也触动国际敏感神经 TVBS新闻综合报导 说十年来 维持两岸和平的缓冲区渐渐消失 中国大陆以后对台湾的内封锁情况 恐怕也会更加的频繁 详细内容交易记者李作合 这一次中国大陆解放军 的围台军演 那当然大家比较担心的 就是未来有没有可能 会成为一个台海的新常态 这个新常态指的是什么呢 我们带你来看到 天下杂志它就引用了 葛来尼的说法 说上市频繁的越过海峡中线 另外是很可能会发射飞弹 直接飞越台湾 那不管如何呢 因为我们知道上市这个中线的部分 它其实是双方的一种默契 并不是明文的规定 但是这样子一来 两岸的和平缓冲区 恐怕会渐渐的消失 所以葛来尼他就说 如果美方继续挑战大陆主权的话 未来会看到类似的行动 是越来越多 这就变成了是台海的新常态 另外我们看到 CSIS的中国实力计划主任 林病营他也提到 他说这个共军在这一次挑的 相关区域的军演 我们看到这个范围就包围了台湾 用意就是在测试 万一要封锁入侵时的行动 该怎么做 整体的战略规划 如果是在东部的话 可以阻断美国或是他国的军援 而如果是北部南部的话 可以当作未来封锁港口的登陆点 这个演习凸显的就是 可以迅速的破坏全球的供应链 美国五角大厦也批评 大陆一再的越过海峡中线 很显然是想以切香肠的方式 创造新现状 不过这个手段不会有效的 再请做很大的了解 好面对中国大陆的军演 大家当然也很关心的是 除了台海之间的关系之外 还有就是在美方这一次 该怎么样来应处 我们来看到共军不断的 穿越这个海峡中线 美国的防部政策次长 他这个根据路透的访问 就提到说 美国支持维持现状 这样子的政策是不会改变的 但是他也批评 他说北京很显然的 就是想要用切香肠的方式 来创造新的现况 所以他说美军未来在这几周 都还是会如常的通过台海 而这个政策次长卡尔 他再度的解释 他说因为很多人就在讨论说 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 是不是不该在这个时间点来访台呢 因为他的访台确实也造成说 美中台的关系是比较紧张了一些 所以他就说裴洛西其实不是第一个访问台湾的议长 而且国会是作为独立机构 我们知道美国三权分立 所以其实行政部门也很难去干涉立法部门 所以他说这个丝毫 并没有改变到所谓的一个中国政策 好刚才我们提到了所谓的切香肠 我们就带你来看 针对了台海局势 美国国防部次长卡尔就痛批 北京想要用这种所谓的切香肠战术 来改变台海的现况 而所谓的这个切香肠 其实就是指说 美国支持现状政策不变 也没有改变解放军攻台的实陈评估 但是北京一再的越过海峡中心 用这种切香肠的方式来创造新的现状 未来几个星期内 美国军舰将会通过台海 而美国频频喊话 似乎是希望习近平赶快收手 美国国防政策次长周一怒呛北京 别想用切香肠的方式改变台海现状 切香肠战术最早源自匈牙利 是一种用结盟威胁来分化征服的政治和军事手段 进攻方借此慢慢占领少数领地 直到达成统治大片地区 台海地图近期频繁登上国际 就连先前经常分析 俄乌战争的美军退降 都开始解读两岸 担心中共将加速武统台湾 CNN连政论节目都在讨论台湾 并点出台湾1990年代时想独立的人其实不多 大多数民众甚至认为统一将难以避免 然而最新筒计显示台湾支持独立的人已攀升到1997年的两倍 对于台湾人的身份认同也远超出中国人的身份认同 北京因此感受到想统一台湾挑战越来越大 但大陆之所以心急 关键还是在习近平 因为这几年习近平政策频频惹出抱怨 除了在俄乌战争选错边 还坚持清零防疫 中国经济低迷 民怨四起 这次操弄台海议题 刚好能分散大陆民众的注意 其实Farid 它很像是10年之前 在他上升到力 当日本人买了几个的尖卡古地域 中国人反应得很强烈 不太多是军事 更加黄色的飞船船 和其他行动 但是它是很大的挡励 对美国而言台海局势也攸关民主对抗集权 美国政坛尽管对于是否调整战略模糊有不同声音 但挺台的理由确实越来越清晰 这里的利益包含台湾海峡的航行权 因为全球有半数货柜得经过这个地方 更别说台湾身为晶片产业的重要制造国 若因此又发生晶片锻炼美国也将受害 正如先前佩洛西访台时所言 世界正面临独裁与民主的抉择 美国总统拜登说不担心共军有进一步行动 而这段发言似乎呼应美国国防政策次长所言 未来数周将有美舰通过台海 就看习近平能否及时悬崖勒马 让两岸冲突降温 订阅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